启示录第21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神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 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二美甲 我是粗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权的水 白白试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真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好话的 他们的份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 城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阳的七 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来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山人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 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子当尺 要凉纳城 和城门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子凉纳城 共有四千里 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用凉的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种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苍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纸玛瑙 第十二是纸巾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以主神 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纳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围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纳城 城门白昼总部关闭 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纳城 凡不洁净的 并那些可真与虚晃之事的 总部的敬纳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天使又指示 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一字万名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高阳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 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 被感知灵的神 猜浅他的死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啊 我必快来 凡遵守 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这些事 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虎虎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 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 同事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看啊 我必快来 赏华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 我是二枚夹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终 那些喜庆 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权柄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成为有那些权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我 耶稣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诚心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 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 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树 和圣城 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